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观众 又欢迎你们回到原来中医的节目的时间 Tracy 是 因为上两次就没有空了 是的 你错过了林医师 他之前说了两集骨伤科 说了脊柱的病和四肢的疾病 这次我见你 免得你错过了机会 再请林医师回来 我们今天讲讲这个题目 也有很多人会做的 首先我问你 Tracy 有没有想要去哪里 踏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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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 有时候很累 是的 你为什么觉得推完真的不好 松一点 还有睡觉睡得好 睡得好一点 是的 我们今天讲讲这个题目 就是推能按摩一下 因为我喜欢香港人 每个星期六天都说 上深圳区疗抬摩 是的 有些有骨印 是的 那为了你介绍一下 今天有什么要问 是的 林医师 其实推拿和按摩有分别 人家说 突骨和推拿有分别吗 其实是有分别的 推拿和按摩的分别在哪里呢 推拿其实是一个治疗的方法 他推拿的主要治疗手法就是用外置法 用途手去治疗 而推拿这个方法是适应于内外传科 腐异传科 骨伤传科都可以的 而按摩 但是在古时候的中医来说 其实是推拿的一种 推拿 对 属于推拿 不过随着历史发展 推拿越来越多手法 而且他适应的病症越来越多 他越来越专业的时候 他慢慢有一个推拿的名称出现 前面就不用按摩这个字 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古事 古事 对 现在的按摩 其实就变成一种 好像Tracy刚才所说 可能平时会做一些凸骨 保健 保健 舒缓疲劳的手法 这些按摩手法主要是舒服 治疗效果不重要 治疗推拿手法和保健手法 其实是不同的 对 推拿和保健有点分别 他们的性质也很相似 不过推拿主要对象就是病人 真的有病的人就会接受推拿的治疗 保健的对象主要是健康的人 或者亚健康的人 所谓亚健康就是一些 他西也好中医也好 他未必找到一个明显的有病的症状 但总是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 是的 是有点不妥 这个状态就是亚健康状态 所以这类人都会尋求保健的方法 保健健康 这样就有分 是有分 但我们去找个地方去推拿 或者保健 我们也不知道 对 不知是推拿还是按摩 推拿按摩 对 我们进去有没有说 我有病 跟他说声 他用推拿手法和按摩手法不同 其实也有分别 在香港来说 一般来说 如果你去一些正规的中医诊所 推拿的服务 一定是会由一个注册的中医师 或合资间的中医师去负责 按摩来说 一般都不会由一个中医师去负责 正是未被负责 或受过训练 对 受过训练 受过特定手法训练的行家 所说的师傅 我们的师傅 也会复制处理 嗯 是这样 我們經常聽到有些人來看病 說淋巴塞了 是的 那是否真的淋巴會塞? 其實這是一般市民的理解 其實淋巴正常來說是一粒粒的 但為什麼市民覺得會塞? 主要是覺得自己不滿意自己的身體 覺得容易有水腫 剛剛發現身體有地方一塊塊 想推一推 其實這個方法不會有很明顯的促進健康的效果 不過推了之後確實會鬆一點 舒服一點 逆循環好一點 其實那個腰是幫助血液循環 不是說是水腫或後面 不是的 當然你說你推完之後 一定很輕鬆一點 因為血液都鬆了 很重的 那個位置 而且因為水液平均分泌了 變得好像體力很瘦 但其實那段時間之後又出回來 你的身體始終有些東西很明顯 對 因為這是正常的組織 對 難怪我們有時候聽到 有人說按摩按摩按摩 什麼叫麒麟碟 對 麒麟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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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能推完之後 那些電影運行了 所以好像收收 然後沒多久 你又不弄它 又好又壞 原來有分別的 對 對 是 是 但推拿 我知道很多人說保健 或者我們進去的時候 就沒有說要特別 說明要推拿或者按摩 只不過是看到那個醫師 或者那個人 要跟我們做什麼手法做 這樣 但我們普通進去的時候 就是好像看病 中醫就是會根據那個情況 是 就什麼 好像我們之前的嘉賓講 辯證論治 是 是 是 去幫忙 是 是 我看到 Tiler 有些人用手幫你推 是 有些人用手搶 是 有些人會有用石頭 是 是 是 其實這些都是Tiler 保健 或者是一些按摩的方法 其實也是 就像阿姨醫師所說 剛才 例如用手搶 用手去按摩 都是Tiler的手法之一 嗯 傳統而來 好像Tracy剛才所提及 都會用一些工具 例如剛才所說 一塊塊的 我喜歡叫扁石 而現代來說 它會用一些扁石 甚至是帶有磁力 會有些能量釋放出來 那些扁石 如果用這些工具 推在身體有病的地方 它會起到治療作用 好像也挺好 很貴 是的 是的 都很貴 哦 你剛才看到 有些人用石 有些人用手搶 即是說它有不同的手法 是的 Tiler裡面有沒有特別 講到有什麼Tiler的手法 Tiler手法 其實有很多千變萬化手法 不過統一去歸納 我們可以根據清代 症骨心法裡面的一個分法 會分為八個方法 就是摩折端提 Tiler按摩 主要離開這八個方法 摩折端提 Tiler按摩 Tiler按摩 又是一種手法 又是獨立手法 是的 林醫師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那些手法給我們 少許介紹給我們看看 好 那摩折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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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上下垂直 水平或打圈的方法 去做一個刺激 那摩折端提出 就是譬如說一些組織 它有少許異位 有少許錯位 那還給它復回這些位 那是一個摺法 一個 端就是一些 譬如說一些骨 譬如說它不正確 有少許筋 尤其是筋 那些錯位 那它搬正是一個端法 提 那摩折端提出 就是提起的意思 那推呢 那顧名思 那當然是向前推 那摩折端 當然就是有一個組織 要拿捏的方法 對 不過好像剛才所說 有些手法 好像很多都相類似 對 其實是很類似 很難說在臨床性 摩折端也很像 在臨床上很難分出 這是什麼手法 對 看看醫師臨床如何應用 是的 那所以 通常都會按一些功能上去分 做一些小小分類 嗯 那譬如說 分類會用一個形態分類 是 那一些 作用力的分類 是 手法應用對象的分類 嗯 還有一些 作 功能上的分類 是 所以有幾個分類 讓大家更容易理解 是 不過 有時候我去到那些 看那些 我們自己的行家 有些說 一指禪 滾化 這些都是手法來的嗎 是 是 是 一指禪 主要是用手指弓 對著某個範圍小的地方 對著某個刺激 是 一般來說是對著 以月位為主的一指禪 是 是 譬如說我們這個合局員 我們都會用這個手指弓 譬如說 按由這個合局員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這個一指禪 去刺激 最刺激 是 是 這個位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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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幾個嘉賓 周醫師說過 好像你也說過 順時針補 逆時針補 有分嗎 有 其實一般來說 順時針我們會稱為補 一些逆時針手法是為射的 是 譬如說射的手法有什麼應用呢 譬如說有些朋友 他容易便秘 我們會用一個手掌 在肚子裏面 逆時針這樣 逆時針這樣按油打圈 這樣就會有一個通便的作用 射的作用 這個方法 是 是 是 但是那些一指禪 有沒有說要用很大力 或者輕輕的 舊 其實一指禪 好像很圓 是 是 其實一指禪 也是一個名字 主要是用手指弓的指幅 按壓在所需要的穴位 至於力度 其實也要根據穴位 或者病染 病人所接受到的力量 所以是根據醫師的感應 可以大力 可以小力 一般來說大力 是會射的作用多些 輕的 補的手法通常會用輕柔力去做 這個好像單對點某一個穴位 是 是 那些滾法 好像比較 往闊一點的層面 是 滾法 主要是針對一個部位為主 尤其是那些部位 已經是硬了 肩膀痛 對 不可以 就是這些位置 譬如邪方肌 肌硬 氣血乳製在這些地方做一個滾法 會起到一個舒筋活落的作用 是的 那些滾法是怎樣滾法的 即不是我們出去滾 當然 好像我看過也是這樣去推爭 是的 我們也會用我們這邊的小魚仔肌 小魚仔肌 對 然後向前向後拉 對 我們是用我們的臂力 很柔的 很柔 對 對 要放鬆 是 我們醫師的身體要沉 將我們身上的力 可以傳導到病人的體位 即是有一個方法 難怪有些人說弄不出來 更痛 是的 是的 所以要訓練 對 力很重要 對 對 力要有變化 是 林醫師 我們剛才也提到一些關於動作型態 以及主要的作用機 其實不同的手法的作用機 在哪裏 我剛才提到 可能對某個穴位特別是針灸 是的 剛才說滾發較大方便 其實作用機 你有沒有分開中醫的辨證論治 是甚麼 其實推拿也是中醫的一個科目 所以他施治的時候 都需要根據整體觀 以及變症論治 這樣做 譬如說 好像耀師所提及 譬如一指禪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變症論治的作用 舉個例 譬如說 血虛的病人 我們都會在一個穴位 譬如說 血海的穴位 做一個順時針的按油 這樣 補回一些補血 是的 是的 譬如說 在皮胃虛 我們都會選一些足三里 做一個順時針的按油 也是一個補法 都分很多種 是的 剛才你說的 肚子不舒服 要用逆時針方向 其實都是手法的應用 但是手法應用的對象 有沒有分開年紀 其實有的 好像吃藥 或者針灸 其實都需要根據不同人 去給予不同的治療 譬如說 小孩子和成年人的治療 又不同 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治療 又不同 是否因為力度會不同 還是按的位置又不同 對按的位置不同 力度又不同 力度更加重要 譬如說 小孩子 其實骨頭和肌肉 其實還未發育得很完整 這個時候 我們都 很溫柔 用油力 考力為主 這樣 就可以做一個治療 老人家有一個問題 就是骨筋比較脆弱 變成大力也不適宜 所以需要根據不同的個體 去施行一個治療 我們這些就吃得力一點 可以大力一點 當然 當然 踩背也可以 是 其實踩背 是否推拿的一種 其實是 踩背其實是踩橋化 踩橋化 對 但有些人踩背 好像受傷了 是 骨頭歪了 是 所以 其實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手法 所以 真的需要一個有訓練的醫師去做 會最安全 是 是 但有沒有說推拿 有沒有說多久才做一次 有些人我看到 每個禮拜都可以上新潔 對 每個禮拜做一次 對 有些人有空就做 有沒有說分開那個 多久才做一次 還有就是 如何衡量 如何做一次 對 如何有功效 對 其實 推拿 都好像我們 看平時吃藥 或者做其他治療一樣 其實都是需要 那位醫師 就是他看那位醫師 對他的治療指引 是 譬如說那個醫師 對一些慢性病的病人 譬如說中風那類的康復的推拿治療 要密一點 對 要密一點 而且要很長時間 可能一個禮拜做三次 每個禮拜都要做 譬如說慢性病 持久性的病就很長 但是譬如說一些很短的病 譬如說比較容易康復的病 譬如說一些中風的臉炭 我們叫做臉炭 歪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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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我們在一段急性期 發作期 很密的時間做 密集式做 做到康復 做到康復 一個兩個禮拜 他自己康復就可以 不用做了 根據不同的病人 和病人的體質 對 這樣去做 推拿其實 剛才你說的 好像跟針灸一樣 大家互相有那個功效 但又不同的手法方式去醫治 對 推拿沒有那麼痛 你知道針進去肉 其實推拿也很痛 推拿也很痛 是 是 因為尤其是有些組織 或是穴位 他有病變的時候 他是特別痛的 是 所以譬如說 譬如說 在這個禮拜 有些地方他發得嚴 有些肌肉發得嚴 其實你推拿來會痛 用不了力 對 用不了力 變成說 這個時候來講 變成說 我們要跟著不同的情況 用甚麼力 用甚麼治療 甚至會用其他 一會兒會提及的戒質 不同的戒質去處理這些情況 是 變成說 其實針灸和推拿也一樣 都有痛的時候 哦 戒質 戒質 好像Triss在說 甚麼是戒質 戒質呢 剛才也提及了 推拿其實主要是一個 徒手治療的方法 但他們都會 傳統以來 我們都會 加上一些戒質 增壓療效 是 簡單來說 其實很多香港市民都不陌生 例如他們傳統以來 跌傷 撞傷 都會自己買些藥酒 和自己搓 藥酒其實就是戒質的一種 戒質的一種 是幫助它去復原 是的 當然 中醫所用的戒質 和民間所用的藥酒 很不同 中醫所用的戒質 其實千變萬化 用不同的藥 不同的配方 有不同的作用 例如一些消炎類的 我們都會用一些 清熱散火的藥 去做一些消炎的戒質 即是在推拿之中 又會再加上一些中藥 去幫忙 是的 剛才你說的那些扁石 是否屬於戒質 扁石就是工具 不屬於藥石 那戒質基本上是藥物 有些藥膏、藥酒、草藥、藥油 這些 那就屬於戒質 是一些固體或者高狀的 半固體或者液體的物質 那有沒有分開 有哪些不用得 你知道有些人說 扭傷的時候 有些人會貼些熱的 有些人貼些涼 是的 有些人貼不當 又不要用熱刺激它 冷但又止不了痛 是的 那怎樣選擇這位置呢 其實熱膚到現在為止 都比較有爭議 這個情況 如果以我的經驗來說 都要看回他屬於哪些類型 譬如說如果他扭傷 譬如說咬柴 那意思 或是關節扭傷 那樣 他種種得很厲害 短時間內種得很厲害 如果我們是想他稍後的時間 因為他消腫 要用冰敷 冬敷 那樣 扭傷 扭傷就用冰敷 是的 涼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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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 譬如說如果純粹扭傷 急性頸扭傷 是 那些熱象不明顯 純粹覺得痛為主 那我的經驗就會用熱膚為主 熱膚為主 因為他那個種象不明顯 甚至不出現的時候 變成就不需要用冰敷 這些情況 比較嚴重看到的 是用冰敷 如果是不明顯的 我們就用熱敷敷 老人家常常常翻風又周身骨痛 這是慢性症狀 慢性也可以用熱敷 一般來說都會用熱敷 慢性的緊骨問題 林醫師說了很多推拿 推拿的機理是在哪裏 推拿的機理主要是用刺激 在外來的刺激 對身體穴位和暴衛的刺激 在身體上的反應 例如是免疫系統的反應 神經系統的反應 中爺的理解就是 氣血陰陽狀腑的反應 激發身體自身的 天然本有的治癒能力去醫病 其實是一個挺體現中醫醫病的精神 即是說你不通 我們就用些東西再推開 推到鬆鬆 不行的時候 剛才你說用不同的手法去補 其實作用機理就是等於中醫 變回症狀 接著去醫治療 對 推拿治療也有一個原則 對 推拿的治療原則 其實都是以 調理狀腑 疏動經絡 行起滑血 整根理服為主 以這四大原則處理為主 有沒有說我未病的時候 就先去醫治病 這樣 有沒有用呢 這個其實可以的 其實 因為中醫其實是一個 挺優秀的預防醫學 其實我們都主張這些病人 譬如說他剛才所說的 壓健康狀態的時候 做一些治療 譬如說他平時經常失眠 我們都不主張他常常依賴 腫瘋 要做一些推拿按摩 在頭部做一些推拿的手法 令到他好睡 其實也是一個 預防疾病的手段 即是推拿也有保健的作用 對 對於一些壓健康的病人來說 他有一個保健作用 急性的時候 痛的時候 推拿去治標 如果是平時我們痊癒之後 就去 好像平時我們 可能一個月到 去看一次中醫 執婚劑 保健 治病就求那個本 有病就醫病 沒有病就保健 這個也可以 對 林醫師 如果我們純粹推拿 其實那個效果 應該都可以 剛才你說 加上一些芥質 其實推拿 是否再加上吃藥 那個效果是明顯化很多 其實是的 因為推拿只是治療的方法之一 如果情況許可 尤其是一些病情複雜的病 我們都主張吃藥 譬如說中風後遺症來說 推拿主要是動他的關節 讓他的關節沒有強硬 但是他內裡神經修復的功能 其實吃藥 對 靠吃藥 或者神智問題都要靠吃藥 幫助他恢復 哦 這樣的情況 嗯 好 因為我們上半場 我們聽了林醫師說 不同的推拿 按摩分別 是 有什麼手法呢 下半場不如 林醫師回來 介紹我們怎樣 有什麼治療 有不同的科目 疑科 骨科 小朋友 推拿方法 好 各位觀眾 回到下半個月的原來中醫的時間 好 各位觀眾 上半個月我們問了很多 林醫師的手法 有什麼不同的東西 是的 我知道 林醫師也說過 其實推拿基本的方法 好像中醫那樣 有時有1 有4 有分很多種 是嗎 林醫師其實也有這種方法嗎 有 有啊 其實好像我們中藥一樣 都有一個標準的治法 他推拿的治法 都有一個通法 溫法 補法 射法 漢法 和法 散法和清法 是 這些很深奧 是 怎樣應用呢 是 譬如說怎樣應用呢 舉個例 譬如說通法 顧名師的通法就是疏通氣血 不通之痛 對 通法就是以疏通氣血 驚氣為主達到不通之痛 是 不通之痛的目的 是的 那溫法 顧名師就在溫熱 驅寒為主 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都會配合一些溫熱的解質 譬如說薑 辣椒油 在因為受寒而發病的穴位和穴部位 做一些治療 治療方法 我看到一些男人 我們平時 有時我都會做的 或者看到一些推拿人 都會做的 女生來經的時候 有時會吐冰冰冰 他們通常會粗痕的手 很粒粒 很舒服 好像暖暖 其實這也是溫法的方法 是的 所以剛才 妖師舉這個例子 也是一個很經常的 有很多女士門所用的方法 譬如說他會放在腹部 或者有些病人 他會把一些熱包放在腰部 減輕痛經的情況 是的 因為我知道這個 待會 林醫師可能會說一下 內科的時候 鼻敏感都可以用到 是的 另外 這個汗法 剛才我們說了 通、補等 剛才你上半場都說了很多 如何為止 汗法呢 汗法主要是對一些 譬如說 風寒、風熱 被外貧 一些經絡的問題 譬如說 剛剛那些經絡吹到風 睡在頸 中爺說睡在頸 它除了因為 它基礎上有一個 頸足移位的基礎之外 另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它有風寒 進入我們肌肉的經流 是 我們用汗法的方法 主要將這些風寒 驅散 譬如說可以怎樣用呢 我們會用一些 有揮發性的芥質 譬如薄荷的油 或者生薑汁 在環柱裏做一個摩擦 摩擦的療法 令那部份組織的經絡 可以疏通 和散掉那部份經絡的風寒 你有沒有記得 其實在內地也有些 是用薑 炸敷腳 再用熱毛巾 那這個是不是也是酸液汗呢 要看看它 用在甚麼部位 就像剛才崔儀少所說 如果它放在腳上 如果它放在竹衣裏 其實是一個 補法來的 即是溫補我們的皮肤 很辣 很辣 第二天 出去逛街 被太陽一殺死 這裏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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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好像 薑已經令到你的皮膚 戳傷了 再加上熱毛巾 很厲害 所以譬如說 在這些情況 我們要很留心 看病人對戒質有沒有敏感 我平時如果不是一些虛寒體質 或者甚麼 都不要說用那麽重的戒質 對 那和化呢 有甚麼叫和化 很有趣呢 其實和化是很廣泛的 但一般中醫來說 會用在一些 哨羊方面的病 哨羊 哨羊這個病 我們中醫就知道 或者吹蟬蟬 對 哨羊的病 即是肝膽方面的病 是 譬如說 如果我們有些風寒 入侵身體裏面 出現一些想嘔吐 或者兩側頭痛 有寒寒寒寒凍 有寒有熱 這些症狀 就是我們稱為 蕭陽症 蕭陽症 對 這個時候會用一些和化 譬如說 會在相關的經絡 膽經 肝經 在這些經絡裏面 做一些推辣 摩擦 或者一些解質的刺激 令到達至一個驅邪的作用 蕭陽症 我還以為是年輕之後 蕭陽症 其實你也可以是蕭陽 因為這些病 沒有什麼事 不要用這些蕭陽症 那蕭呢 林醫師 剛才說 和蕭和蕭好像相似 有點像 不過散是用在內臟 內臟 內臟 對 例如食製、肚醬 肚臟的氣 激著激著 我們用散法 怎樣散呢 例如我們可以在腹部 如果那天覺得是激著激著 是用一個搓油的方法 令肚臟的氣 肚臟的氣 能走得通一點 通順一點 對 就有一個疏散 疏散了我們肚臟的氣的作用 減低這個氣 肚臟、肚臟、肚臟 這些症狀 對 還有沒有分順時針、逆時針 剛才的逆時針就通便 對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逆時針 都是逆時針 對 因為這些是實 對 實際 對 明白 還有一個清法 清就是簡單一點的清法 清法其實是簡單一點的 例如一些發熱的病 例如發燒 其實古人 我們傳統治療 都會在大吹穴上 塗一些酒精 在這個儀位上塗一些酒精 會起散熱作用 散熱之後 它就會退燒 變成一個清法 清熱的方法 是 清就簡單一點 對 清熱的問題 林醫師 剛才你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們想看看 實質一點 TULER怎樣去治病 好 好 中醫有分內科、骨科、移科、苦科 甚麼都有 內科講一點給我們聽 好 我也講過大家都經常會有的問題 對 譬如說中風 中風其實香港 中風我們常常有 我未… 這是普遍的 對 譬如說中風 可能很多人都會見過這些 對 一般處理手法 因為中風之後的康復期 都需要一段 漫長的康復期 譬如說除了要看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洗耳護士之外 是 中醫除了吃藥針灸之外 TULER的手法都很重要 是 是 那麼 他的關節 一個中風後悔症的病 他主要因為有偏攤 如果長期偏攤的時候 他關節不動 他會關節僵硬 肌肉會萎縮 是 還有神經線 壞死 康復不了 那麼 變成我們可以用一些 推拿手法 是 他幫助他活動關節 加速他的肌肉的御合 和神經系統的局部恢復 是 這樣 即是說你推拿的時候 終於說氣血運行了 是 那些氣血 即是我們中醫的 氣無飄渺 那些血養到肌肉 那時候做得好些 是 其實都很需要 除了推鬆他的關節 推動肌肉 令他氣血流通之外 他動到關節也很重要 因為如果長期不動 他的關節會僵硬 僵硬 壞死 萎縮 萎縮 除了中風後悔症之外 面癱 可能香港人比較少見面癱 但是 北方人 中國的北方 因為氣候比較冷 那裡的居民容易受到風寒 入侵的面部 要出現一個面癱 機會高一點 對 面癱是怎樣為之面癱 你會見到 一個人 零力四半邊面是歪的 但歪一邊是正常的 反而不歪一邊 那邊不正常 那邊不懂得動 即是閃不了眼睛 是 閃不了大口 說話都可以見過 對 流水 那邊是動 沒有歪一邊 其實是動不了 那邊才有問題 在這些時候 除了吃藥 做針灸之外 其實推拿都重要 推拿其實有了 廣泛的 疏通 頭部的驚喜 增加了吃藥 和針灸的療效 所以其實在北方 很多人都採用推拿方法 去治療這個面癱 面癱的問題 是 哦 那我喜歡的 還有 有時候 剛才我提到 有些避敏感 很多時候 有些醫師 他都是 粗行 在手當椅的時候 敷在鼻 這些地方 是 那這些其實 都是原理 令到他的 氣血行得好一點 是嗎 是 正如剛才 嚴姨師所介紹 鼻的這個位置 是我們 大腸經的 循環位置 因為他有兩個月位 影響穴 其實都是一個 醫療 鼻敏感的要穴 所以在這個位置 做一個推拿 甚至用一些 戒質的治療 確實是治療到 鼻敏感的問題 嗯 其實挺好的推拿 其實剛才說的動作 也算是推拿 其實 也算是推拿 也算是推拿 對 我看到有些人 我有時教病 早上起床 有些女性 發臉很腫 對 其實初仁一手 慢慢按摩 這些位置 他的水份 都會收回 對 Tracer不用早上 在雪櫃裡 拿冷的池巾 來喝 不用拿茶包 沒錯 沒錯 骨雙科 骨雙科 骨雙科有甚麼推拿 上次你提到脊柱相關 疾病四肢 其實除了骨科的原理 推拿方面 骨科如何應用 上次所講的骨科原理 主要是針對整腹 關節錯位的治療方法 但其實中醫的骨 整體骨科 其實是筋骨並重 除了上次提到骨的矯正之外 今集都可以介紹一些 筋的治療方法 是 筋其實在中醫骨雙科 是一切軟組織的統稱 是 例如肌肉 人帶 那些 關節囊 這些 我們都歸留為軟組織 是 那一般會怎樣治療呢 例如肩周炎 肩周炎 其實肩周炎會很痛 急性期發作不太痛 我們除了用針灸的治療之外 因為肩周炎要慎防 如果你不去動動 黏黏了 對 所以用手法 推拿鬆 推鬆 扯鬆 或者我們用斗法 抖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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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個偶要慎防 抖鬆 抖鬆 然後 阿朱雖雖然沒有小朋友 你很喜歡小朋友 我很喜歡小朋友 那宜科的推拿 有甚麼分別 有甚麼治療方法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香港人一鞋子 一鞋子子生一鞋子生一鞋子 香港人都會生一鞋子兩個鞋子 通常生一鞋子是 對香港也是 變成對他們小朋友的營養會很注重 除了買很多很貴價或者很高營養的食物給他們之外 都要很視乎他們的能不能吸收 如果小朋友不能吸收這些食物 變成要吃到肚子 牠都會排出來 很多小朋友都會這樣 有肚餓 吃完肚子就去 所以有一個方法 例如我們會裂背脊 中醫有一個方法裂背脊 裂脊方法 其實上一集提到 背脊有三條經絡 其實是我們的陽經 督墨和膀胱經 這三條經絡 這兩條經絡 其實都在振奮全身的陽氣 變成獵脊療化 其實都涉及到刺激這兩條經絡 所以獵脊的時候 可以提升到小朋友身體體內的陽氣 對他的吸收、消化、發育、活動 各方面都有正面的作用 所以這是一個很常用的療法 即是在背脊這樣捉下去嗎 並捉上去嗎 上去還是捉下去呢 在由下至上去 由下至上去 由下至上去 那小朋友便會比較吸收 是的 我們會撕一下 然後扯一下 然後又在高一點 又撕一下又扯一下 一直一直由低做到上頸 會否要做多少次 或者晚上睡覺做一次就可以了 其實都是視乎不同的小朋友的體質 如果有些小朋友 是比較體弱一些 貧富比較差一些 這些需要是每天做的 如果做多了 會否有影響到小朋友呢 其實小朋友其實因為他有個問題 三不足二有餘 心肝有餘 肺皮腎不足 其實這個獵脊方法 他很能夠振奮到他的皮癢 腎癢 變成做多些 這個療法對他 其實做多了沒有什麼 都是保健的 所以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所謂的 另外我問完小朋友 當然是媽媽 腐科 腐科 腐科的推拿字 會有什麼 例如我們經常用熱膚 或者會不會有些 按一些穴位 令到皮膚有很多乾斑 你的女性最重要 哇 臉上有些穴位 怎麼辦 其實腐科問題 很多時候 譬如如宜師所說 斑文問題 或者痛經問題 不孕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源於一些經濟不通 經濟不通 其實大陸 現在很多大陸的醫院 都有些療法 就是通牠們的皮經 是 皮經 怎樣通 原來發現到 很多時候 苦科病 你說水中也好 痛經也好 不孕也好 多單也好 原來發現到 皮經有很多結節 俗態有皮經 它自由是怎樣做呢 就是 用一些熱膚 或者用一些介質 加多醫師特定的手法 將這些粥痰皮經上面的結節 推翻鬆它 這些結節不是淋巴結節 這些結節其實是病理的結節 是怎樣來的 是氣血不通 氣血瘀製了 即我們摸下去 就感覺好像一粒粒 一粒粒 變成它的手法是推平 它其實治療了很多的苦科病 所以其實痛經 不孕 甚至乎一些比較嚴重的病 苦科的病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做一個 治療和保健的手段 是 明白 那有沒有說哪些穴位 好像特別會常用一些 我知道三陰膠 也會常用一些 三陰膠 血海等 因為女性先天而血為本 女性與血有關 所以這些陰血的穴位 其實是多樣的 歸雷也會用 但是中醫是一個整體的醫行 所以我們除了照顧血的問題 也要照顧氣的問題 氣血並中 即是氣血 氣咎就是推些血 可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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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如果再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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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譬如說如果實證會是怎樣的實證呢 譬如說小朋友吃東西吃得過多過量 他自己又不懂得控制 變成他頂著食肌頂著胃 他會磋 即是自己身體自然的 自然的反應會磋 會磋滋 如果父母見到這個情況 首先要了解那個小孩 他發生過往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確定是一個食肌的問題 他可以幫小孩擦一下 逆時針這麼擦 排回那些吃過多的食物出來 或者可以加一些消食的藥物 譬如說麥芽 菊芽 山渣麥芽 山渣這些 給他喝 幫助他消化 這些實證 如果你說虛證 譬如說Trey所說 嘔吐 其實因為小朋友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所說的 山不足二有餘 皮是不足的 如果他凍了 有什麼凍的東西 皮胃受不了 他會嘔吐 會嘔吐一些凍的飲品 凍的食物出來 是的 所以在這些時候 我們都要注意 雖然現在是夏天 雙皮胃喝凍的東西 對 雙皮胃喝凍的東西 對 雙皮胃喝凍的東西 對 雙皮胃喝凍的東西 這些都盡量 不要讓小朋友吃那麼多 現在如果他虛和實 有否一些推拿的位置 我可以幫小朋友做 趙醫師特別喜歡小朋友 所以呢 有否一些方法可以推一下位置 其實我們剛才所說的 初過肚 就是初過肚 通了一些積制 歷時針 對 歷時針 通了 順時針 我們可以有一個方法 就是順時推小朋友的腹部 因為腹部有很多穴位 對皮胃也很有幫助 譬如天書 鐘腕 這些穴位 順時針這樣推 起到一個幫助消化的作用 另一些穴位 譬如說 捉衣服 捉衣服 幫小朋友用一指前髮 推一下捉衣服 或按油捉衣服 都刺激到皮胃的功能 另一個做法就是 就是上一集所說的 整隻的方法 上一集所提到 其實脊骨也是主宰人身的書籠 他也對一個人整體的健康 起了一個很大的影響作用 變成如果小朋友 發覺他有脊骨錯位的時候 要處理脊骨錯位的問題 才會起到一個整體的調補作用 林醫師 還有一些保健的推薦 平常我們可以做到的 我們可以一邊做 一邊看電子 捉衣服尾 有空搓 捉衣服 弄一些合谷 對 有什麼位置可以介紹給我們 例如說 對一些經常心慌、心跳 緊張的人來說 有一個穴位 譬如說內關穴 都可以介紹給大家 這個內關穴就是我們 我們把手拿出來 我們有一條碗華紋 我們手有兩條骨 近側 即是左手對開的側 我們叫撈骨 這邊是赤側 赤骨 碗華紋給兩寸 何謂兩寸 何謂兩寸 就像上一集所說 就是用回自己的手指弓 手指弓 用一環的距離 一個手指弓 兩個手指弓 的高度 他的位置 就是在兩個骨的中間 的一點 對 推下去 可以用一指線 按下去 對 你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你按下去 打開骨頭 打開骨頭 是因為我們心經 經濟不通 心經濟不通 他會打開骨頭 這樣按完後 沒有那麼緊張 睡覺會睡得更好嗎 是的 睡覺會睡得更好 沒有那麼緊張 心的氣血會更通 這個方法 保健方法 也很適合心臟有問題的人 對 緊張的人 左右手也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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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對 另外我知道 有些人經常按合谷 對 對 按合谷也有些作用 因為這個合谷 現代醫學 它有些消炎的作用 有消炎的作用 所以 如果有些輕微的驗症 或是經常發炎 或是經常生肥脂 那些驗症 都可以用這些圓委 做一些保健 你這樣不錯 對 對 經常說話 經常說話 對 是 好的情況 是 林醫師其實 今集你介紹了很多 圓委的名稱 但因為 就這麼說 或者 有空 我們邀請你上來 說一說不同的月位 我想觀眾就知道 按哪個月位去醫什麼病 好嗎 好 好 今天先謝謝你 今天時間夠了 下次再見 拜拜